中山 我们碰到一个老师很好的老师 叫陈鲁兴 他的笔名叫陈朗 朗诵的朗 他是一个散文家 他时常在报纸登星云 他鼓励我们写创作 他从中山开始创作 我们还是很懒的人 就是创作很好笑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讲老师 中学的孩子都有所谓作文 作文是两节 一般上平时是一节 作文只给我们两节 都是到了最后那十五二十分钟才写出来 今天聊天的 不是这样的本节 其实觉得写东西是很困难的一个情况 因为那时候是写一些论文 论文字的 写平西纳波的什么 这样是很不早的 所以我们讲老师 我们可以写四个 一四个很容易 是写几行字这个叫卷 想不到他答应我们 好啊你们就写四个吧 冲击很大 而他介绍我们一些书刊 一些文学的 住民的本地的一些文学书刊 这样无心中刺激我们 所以我那一时候就开始写四个 他介绍我们的东西 那时候我们写四个 到后来我们的校刊 篇出来 我的四个 第一首发表在校刊里面 因为那时候很多人投稿 有没有中文学位 不容易被写到 而写到我们的王 那时候到了中诗 中诗的时候 我老师还是提这个 写得很好 这无心中也刺激我们 所以从此以后 我就很喜欢写四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